嗨朋友们 上次我在陕西大厦吃完羊肉泡馍之后呢 就有很多网友跟我说 你吃的那不是羊肉泡馍 那是水盆羊肉呀 还有很多网友呢 给我推荐让我来文艺路尝一下安老太 我先就在这个门口啦 这安老太呢是创始于1985年 是新疆第一家做羊肉泡馍的店 所以也称为安老太新疆第一碗 那我们就赶紧进去尝一下吧 要一个羊肉泡馍 几个馍 一个馍 然后再要一个扫子面 一个馍够不够还是放一个半 一般都是几个呀 男生吃的话就换换一个半吧 一般一个半倒也 好 那一个半吧 他先是给我上了一个馍 不对一个半馍 这个馍就是死面饼子 摸起来还挺硬的 一般羊肉泡馍用的馍叫妥妥馍 就是像这样的饼子 它是半死面半熟的饼子 一会把它掰好了之后呢 还要拿进去混一下 如果你觉得掰馍太费时间太费精力的话 可以直接给它说 让你直接给你切好 谢谢 我现在掰的手指头都累了 终于快要掰完了 刚开始还掰的小小的 然后现在就已经差不多吧 差不多就行了 我一会儿掰完就 啊 好了好了 掰完了 我现在把它送到后面去 加肉加汤混一下 我又要了一碗扫子面 这个扫子面也是他们家的特色 虽然说它是西安特色 但是它是清真餐厅 所以这个扫子面呢 是用牛肉做的 然后里面的菜就有各种萝卜 还有豆腐 上面是点缀了一些香菜 这扫子面里面的配菜 还有肉都特别的多 这是牛肉粒 一般陕西的扫子面呢 它都会出锅的时候 浇一勺油泼辣子 但是他们家是没有浇的 可能是考虑到 有些人不太能吃辣 不过在餐桌上呢 会有这个油泼辣子的罐子 我是比较喜欢吃辣子的 我这个辣子有点干了 这个面条一看就是手擀面 面条也挺劲道的 刚才我掰磨的时候 其实这个扫子面就已经上来了 我先是把磨掰完之后 然后再来吃这个扫子面 但是这个面条口感还是可以的 好 谢谢 能不能帮我拿一个小碗 可以 谢谢啊 这个汤呢 口味比较重 有牛骨汤的味道 这一大碗面是15块钱 扎扎实实的一大碗 羊肉汤也上来了 我们先来赶紧尝一尝 这个羊肉泡馍 就是这样一碗 里面有肉片 黄花菜 还有木耳 还有另外呢 还有这样一点小菜 里面是辣酱 糖蒜 还有香菜 我能闻到一股羊肉味 这一碗里面肉还挺多的 好多肉片 这个馍呢 是跟肉片 菜 还有汤 一起又会了一下 所以这个馍就感觉 薄薄的 囊囊的 先把香菜 放到碗里 这个馍是比较有嚼劲的 能吃出来它是死面饼子 这个汤的味道比较醇厚 其实我还是不太能吃得出来 有羊肉味 这个粉条的口感也是比较劲道的 有人跟我说陕西的羊肉泡馍里面是没有黄花和木耳的 有没有陕西的朋友来解释一下到底是有没有啊 我们来尝一片肉吧 我要一个比较瘦的肉 它这个羊肉泡馍讲究的是肉烂汤脓 是羊肉的 是羊肉的 我觉得还是馍味比较好吃 因为这个馍已经把已经把这个汤的那个唇香味都吸在里面了 这个糖蒜应该是怕你吃的比较腻了 所以来一颗糖蒜 应该解腻了 我每次吃羊肉泡馍的时候 它里面都有一叠酱 然后这个辣酱呢 我就很奇怪 它是要放在这个汤里的 还是要夹馍吃的呢 上次我吃的那个陕西大厦的羊肉泡馍嘛 因为那个馍是熟的 而且是发面饼子 就软软的 我就把这个酱加在那个饼子里面 还挺好吃的 但是也有人说 这个酱是要放在汤里的 那酱放在汤里的 不是把这个汤底的这个唇香味就破坏了吗 也是蒜蓉剁椒酱 还挺咸的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羊肉 所以这一碗羊肉泡馍是我同桌来吃的 现在它已经开始大快朵鱼了 我继续来吃我的少子面 大肉粒我真好喜欢 不是清餐 不是清餐 它这里是清餐 清餐有大肉粒 牛肉粒 就是大块的牛肉粒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大块的牛肉粒 我们已经吃完了 这一份羊肉泡馍是30块钱 然后我的这份扫子面是15块钱 我是因为个人不太喜欢吃羊肉 所以刚才吃到那一片羊肉的时候 面部表情会比较猙獰 大家不要误以为它不好吃 其实味道还是可以的 如果有跟我一样不太喜欢吃羊肉的 他们家还有牛肉泡馍 然后还有油泼面 扫子面 饺子 凉皮 肉夹馍 就各种各样的陕西小吃 上次就是我那个陕西大厦的羊肉泡馍的视频 发了以后呢 就有很多网友就关于水盆羊肉 还是羊肉泡馍这样的话题展开了讨论 然后还上了乌鲁木齐的十大热议 我当时还发了一个微博 就是问大家水盆羊肉和羊肉泡馍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有一个陕西的网友 他给我给了一个特别详细的回复 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 他说水盆羊肉是一种把饼掰碎 泡进肉汤的吃法 这种吃法也是羊肉泡馍单走的做法 这是水盆羊肉和羊肉泡馍唯一的交集 水盆羊肉的其他吃法呢 还有用饼来加汤里的肉 或者是用饼来就着肉汤 或者是不要饼 或者是把饼换成其他的配餐 羊肉泡馍呢也有三种吃法 水围城 口汤和干泡 水围城就是汤特别多 然后磨在中间一点点就像水围着城一样 口汤呢就是吃完只剩一口汤 干泡就是几乎没有汤 而这三种做法呢用的饼都是半死面 而且半熟的 不同于单走用的是全发面 而且全熟的饼 需要时刻先把饼掰成黄豆大小的碎块 然后和肉和汤一起煮 西安的很多泡馆馆子都把单走以水盆论煮 水围城口汤干泡的才算是泡馍 它其实讲解的非常的详细了 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位网友给我们的解答 后面有机会呢我们再到西安去尝一尝 正宗的羊肉泡馍去感受一下正宗的陕西美食文化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拜拜